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如果你想在迷人的加勒比海开发一个全新的海岛度假村 那么今天分享的这座位于巴哈马的私人岛屿 Drycesca Island非常值得考虑 不同于往期分享过的巴哈马岛屿 Drycesca Island位于巴哈马群岛北部 该岛距离曼阿密东北259公里 距离棕榈滩东北200公里 距离拿骚北部240公里 距离大巴哈马群岛只有42公里 Drycesca Island位于巴哈马的阿巴克地区西北部 拥有平静的海水、温暖的微风和迷人的美景 这个193公里长的岛屿链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划船、潜水、钓鱼和航海天堂 岛屿土地总面距约1.42平方公里 这座海拔15米的岛屿多山 覆盖着树木和灌木 有丰富的野生动物 还有超过10个原始的白色沙滩 分布在8公里长的海岸线上 岛屿北端有一条辖长的几乎平坦的山脊 长约1524米 沿西北至西南轴延伸 岛屿南端相对平坦 有大片淡水湖 岛屿西侧有一个天然的港口 但西南部的大海湾很浅 不适合船只停泊 岛屿周边很容易找到适合浮潜者 和水费潜水员的潜水点 该岛已被允许作为商用度假圣地 政府批准了一条1829米长的简易跑道 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和一个防飓风的内陆码头 此外 该岛还可享受酒店鼓励法案的优惠 该法案有利于所有建筑 设施甚至家具的建设和更新 免税进口 同时在接下来的10年内免征房地产税 并在此后大幅减税 其他福利还包括增值税 延期支付 核心人员的工作许可 以及20年内不对度假村的收入 直接征税 这些都为新业主省去了不少时间精力 和资金成本 Joyseseka Island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 但尚未开发 该岛目前正在出售中 售价为1495万美金 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